粉嫩嫩 粉嫩嫩 粉嫩嫩嫩 哈囉 最近春天到了 想做一張粉嫩嫩符合春天的印景卡片 這個是之前用愛心打動器組合而成的花瓣 那我覺得效果看起來蠻像櫻花的 所以我打算用這個主題 首先準備了一張正方形的粉紅色紙章 那我將印章上面拍上金色的印尼 然後蓋在右上角的部分 因為我等一下左邊的部分要貼上立體的櫻花花瓣 蓋好以後用獅子金將多餘的印尼擦掉 然後再搭配熱風槍將字樣完全吹乾 那因為我等一下要在上面再蓋上一層字樣 所以我要確保它的字體是完全乾的 再來拍上浮水印台 在原本的字樣上再蓋上一層 那浮水印台其實就是附滿膠水的印台 那因為它擁有膠水 所以等一下我將這個透明的凸粉撒在上面以後 它就會黏滿這個粉末狀的凸粉 將凸粉倒回原來的這個盒子 然後再用手指頭在指章上彈掉多餘的凸粉 搭配熱風槍將凸粉吹乾 那這個一定要有熱風槍 因為熱風槍可以瞬間達到很高的溫度 將凸粉融化 背面黏上雙面膠以後就可以黏在雙開合的卡片上面 拿出愛心打動器 在白色的紙張打大約20個愛心 那各式各樣大小的愛心打動器都是可以的 只是做出來的花瓣大小會不一樣 粉紅色印尼和棉花棒 然後再準備一支圓管狀的筆管 然後將這個愛心花瓣稍微捲曲 讓它有立體的效果 用珠筆尖的部分在愛心花瓣上面畫上痕跡 然後棉花瓣沾上粉紅色的印尼 從中間慢慢用旋轉的方式 中間往外推 建造一點暈染渲染 漸層的效果 花瓣染完以後拿出白膠 然後搭配鑷子 在要黏上花瓣的地方 中間塗上一點白膠 那將花瓣中心黏上白膠的部分 那我們只要在中心黏上白膠 因為它四周左右是沒有被黏死 那它可以翹起來製造立體的感覺 那我們就依序將愛心花瓣黏在這個白膠的中心點上面 一開始我用四瓣愛心 然後圍成一個櫻花 那後來我就在實驗用三瓣做成櫻花的效果也蠻好的 甚至你可以是用兩瓣愛心或者是一瓣 讓它有點製造那種櫻花落下的感覺 也蠻好看的 花瓣黏完以後我覺得有一點單調 所以我挑了這個粉紅色氣斷帶 然後在左邊打上一個結 製造它就是比較有層次 粉紅色的卡片 讓它不會那麼單調 那調整好斷帶的部分呢 我又在花瓣的邊緣塗上一點亮片膠 那其實後來我覺得這個有點多餘啦 那卡片就完成了 甚至你可以在櫻花的中心點綴一些珠珠 或者是亮片效果其實都蠻好的 那如果你有任何的問題或者是意見 都可以上我的臉書或者是部落格留言給我 感謝你的收看囉